一間機構除了在營運上要面對不少挑戰之外 它們的發展方向和意象的承傳 都是大家會關心的課題 而大家很熟悉的環球聖經工會 和可能會經常去的天道書樓 已經陪伴了我們接近40年的時間 而在這個文字宣教工作這麼困難的世代 一班文字工作者 他們靠著甚麼去承傳最初的意象呢? 可能在你的書架上總有一本聖經或屬靈書籍 不過你有多久沒買過新書呢? 文字宣教工作近年面對不少挑戰 越來越少人看書、買書 基督教書室因為各種原因需要搬遷甚至倒閉 更加有人形容香港出版業 是夕陽行業 經營十分困難 環球天道機構的天道書樓也不例外 有些書房都同樣需要關閉 但即使面對艱難 仍然有一班對文字宣教貫徹始終的人 願意走這條不易走的路 這天是環球天道機構新舊總裁 交織禮 在環球聖經工會服侍百年半的黃朱倫牧師 分享到機構雖然經歷過困難的時刻 但同時他感受到上帝的帶領 天道書樓、環球聖經工會和環球天道傳機協會 這三間原本獨立運作 做不同事工的機構 在2013年合併 成為環球天道機構 要管理好原本不同文化 不同運作模式的事工 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讓我們知道環球天道機構 天道的書記是賣到世界各地去 那麼環球聖經工會呢 它除了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台灣、在世界各地 好多地方都有分會 所以我們就可以彼此合作 天道好多的書 也就能夠透過這些分會 幫助他們更有效地 把他們介紹到不同地區 來服侍教會 所以非常感謝主 那我們因為這樣能夠去 逐漸地大家有一個共識 在運作方面有一個更好的寫調 在1976年創立天道書樓 機構創辦人兼榮譽會長容保羅牧師 認為文字工作這條路的確艱難 很多時不能夠短期見到結果 但是只要有清晰的意象 是可以有力量走下去 我自己曾經踏入文字工作的時候 我寫了一張單張 叫做聖誕的禮物 我自己印500張我都沒有錢 印刷廠給我的價錢很貴 我走了10家 有一個人說我幫你印小孩 印了500張 我一派出去的時候 立刻有一家人想耶穌 所以給我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們不要失望 因為我們不是自己做工作 我們是為神做工作 我要感謝神 真是祂的典選 在2015年1月1日 接任的陳少少牧師 認為未來的文字宣教工作 將會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他計劃開拓新的方向 服侍下一代 電子書就是重點之一 我們本身電子圖書館一直在發展 也有很多回應給我們 在這方面我們一直在改進 很希望在短時間裏面 進行更多熟練的書籍 而且簡短的書籍 給予頂子門 讓他們可以在這方面 得到維養 我們和教會一起合作 把這些幫助他們推 在這方面我們不單在香港 我們在全世界開始發展 從瑪麗信來到中國開始 開始我們都是以文字開始 用聖經來開始 來將這個信息帶給所有信徒 所以文字的工作不會改變 由神將聖經傳給我們開始 是文字的工作 直到我們都相信到 神回來之前 我們文字工作 只是用不同的形式 去來服侍弟兄姊妹 來幫助弟兄姊妹 甘榮白神的心意 一個時工 總會遇到不同的難處 除了機構上上下下的同心 其他弟兄姊妹 在不同方面的支持 亦都可以令士工 力上加力 一方面為他們祷告 鼓勵更多的支持 我想是大家有錢有利 大家同心來做 讓這些在文字事工的人 不會覺得很孤單 讓我們在財力上 有足夠的資源的時候 就讓這些同工沒有後顧之憂 能夠好好為神來工作 我們經過很多等候 很困難 但你要等到 神的日子到了 那就一定可以得到 所以做文字工作的人 你看我做了幾十年了 都過來了 不用擔心了 你只要踏入這個工作當中 神一定與你同在 好嗎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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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gar 再往 kob